宏都拉斯的主教团选择对话的途径 作为国家严重政治危机急转直下的解决方案 据天顶新闻社表示 7月4日 特古兹加帕的总主教兼主教团主席 马迪拉加苏基在电视的讲话中指责 企图反对下台总统塞拉亚的宣法 与驱逐他的做法 马迪拉加苏基确切地声明国家的行政 立法与司法三权要按宏都拉斯共和国的宪法 以合理与民主的方式来处理 公布是这样解释 当塞拉亚宣布推动修改宪法时 已处于不可挽救的妥协状态 文件声称 根据宏都拉斯共和国宪法第239条指出 凡提议修改宪法的这一条 要马上停止他的职务 并在十年内不可参与公共事务 总之 文件确认 当塞拉亚备族之计 已不再是共和国的总统 最后 主将们说明他们的立场 表示 要双方彼此聆听对方的意见 务求能在社会的各领域上 开始一个真正的对话 直到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